今天是2023年8月17日星期四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主要和大家讲两个话题 第一个关于英国继早排有意向移民的人开刀之后 又来一招进击的掠水 英国内政部公布会为申请BNO 签证的人提供优先签证 当然你要排快线的 少不免就要付钱 我们就会看看英国怎样公心计 考纳明目地哄黄友就落答 第二单我们想讲有关于中美外交角力 8月15日美日韩的外长率先举行视像会谈 当中少不免搞小圈子的艺防卫针对中国 布林肯在同日说很满意日本排放 核污水的计划 就可以见到美国为了要压制中国 是怎样不惜一切去讨好人 当中是否又显示出 美国已经外强中干呢 今天主要想和大家讲一下这两单新闻 好了我们先讲一讲英国的新闻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7月中已经和大家讨论过 英国政府就有意向移民开刀找真银这件事 虽然没有说明会不会包括BNO的签证 但不少人都认为会是难逃一劫 话口未完 英国内政部就在8月14日公布 会为BNO的申请人提供优先签证服务 现在只要申请人肯给多500磅 就可以在五个工作天里便知道 当然快了 知道审批结果不代表是包获批的 即是给了钱都有可能是吃白果的 要一提的就是 如果申请人是在英国境内申请 才是给500磅的 如果在境外的话 就要给多73磅 即是573磅 老实说 申请人大部分都是境外申请的 那你看看新卫城多懂玩 一种服务两个价钱 掠水高招到这样 真是有点阴湿的 明明是找移民有笨的 但英国说到是为港人而设的服务 目的是要延续英国对港人坚定不移的承诺 对于英国这一次 魏帮手争掠水 中国驻英国的大使馆批评 英国操弄BNO问题 所作所为只是逃谋抹黑和和乱香港 又指出一些受蛊惑的港人 离乡别井到了英国后 既找不到食又受到歧视 其实我们都之前有分析过很多次了 英国的前景真的不是很乐观的 连回的罢工之下 犧牲就是这一批准英国人 现在还特意弄多一条快线给你 捉准你那些黄友急急脚想走的心理 好像和黄友说 机会来了黄友快点过来 潜台词就是苏州过后没有艇搭 而且这样做法 也可以是一种贫富识别的机制 肯给得多些钱的人 代表着他们的经济能力 是会好些不介意花钱 他日这个情况会不会成为了一种暗地里的门槛呢 真的要问问英国政府才知道 好了 看完英国了 我们转个头去看看美国的外强中竿 美日韩峰会将会在8月18日举行 三国的外长先在8月15日率先举行视像会谈 他们美其名当然要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说穿了就是美国要拉拢其他国家针对中国 值得留意的就是对于日本排放核污水的计划 布林肯竟然是和日本说对计划是感到满意的 还认为是合乎国际标准 每一次听到美国说国际标准 你真是觉得是一个笑话 他们的国际标准其实就是美国标准 日本离美国那么远 日本排放核污水 美国这个局外人当然在说风凉话 难为的就是南韩的国内有不少人 都是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的 犧牲的就只是你南韩 想当年记得以前的美国还在国际上 似着自己是大国 往往都是发号司令式 要其他国家跟他做这跟他做路 但现在的情况似乎真的不同了 连排放核污水的问题上 你都要拆日本鞋 那是否代表美国已经再点不到其他国家做事呢 尤其是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 说明欧洲不应该沦为美国的附庸 某个程度上已经是见得到其他国家 虽然摆脱不了美国的魔掌 但已经是出现异心了 现在要对付中国 美国不能够独力去做 所以要不停地拉拢之下 自然当然就要拆下人鞋 埋下口乖了 美国积极原因除了牵涉发动海外战事之外 亦和中国玩拉脚战所致 由贸易战来到科技战 宁愿揽炒 两败俱伤 和中国主张共赢真是截然不同 愿意和美国同流合污的国家 或者可以得到一时的安稳 但要记得霸权最好就是反面不认人 然后还要在你后面插你一刀 之后会是哪个国家成为他打压的对象呢? 又会用什么的罪名砌人生猪肉呢? 只能够说中国今天受的 其他国家真是要小心 他招军体也相同 好了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 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